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蜜蜜蜜公布忙 太阳蜜蜜 听医生说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行医师 听医生说看的这个节目 是我们要拜日11点到12点报出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收听 听医生说看的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行医师 共同的朋友 今天要让我们采访的 是一个真别别的另类医师 牙科的陈俊智医师 陈医师你好 陈医师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俊智医师 你是哪一间学校比较的 高一 高一 牙科第几次 36 所以是差不多民国几年毕业 87 87 那现在还算年轻 所以你比我万很多 叫学长 你牙科毕业以后 你去哪里服务 牙科毕业之后 我是继续念研究所 然后研究所念到博士完之后 然后才在外面工作这样子 所以你的研究所也是念高一 一路都在高一 所以你在高一十几年 没错 你到学校有 你出来没努力学 其实有就坚韧的 坚韧也有上课 教教学生 临床也有在教英诚跟科学 那你的主要的研究 你做什么题目 应该是说我的专科的部分 是在儿童牙科跟身心障碍者牙科 这个是比较少的 儿童牙科还有身心障碍的牙科 那这样你博士班念完了 除了在学校监课教教学生 那你去哪里做临床的医生 在外面的诊所 但是在高一里面 我们也有回去监 监几个诊 在高一有看诊 对 在监诊的过程中 刚好的顺便带着我们的学弟妹 一起在做临床的工作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的诊所上班 这样的形态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还是你这中间 本来你诊所是在高雄市 对 做了多久 我听说你现在是跑到什么六规去 对 我工作了大概快20年了 然后后来这五年跑到山上去 跑到六规 这是什么机缘 还是说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会选择到六规去服务 其实本来不是说要去六规开诊所 本来是要去六规开克服班 但是我的学弟妹就跟我说 克服班其实学长你也不会教 因为现在科企的制度 他的科技工和我们已经差很多了 不过他就说 那其实你的专长是看出去 那边也没有牙科诊所 那不如 鼓励你去那边也看病人 对 你刚刚说克服是怎么 你怎么想到要去山顶教养 你本来在当时做牙科的时候 就有开始在做克服的工作吗 没有 没有嘛 怎么那时候想到 说要去六规做克服的工作 这个说起来应该要到11年前 八八风灾的时候 八八风灾 好 这个高雄人记忆有深 没错 八八风灾跟你有什么关系 八八风灾的那一年 然后当时受创很严重的 大概除了就是我们小林 然后再就是六规这个沿线 小林村几乎灭村 对 六规那时候 那时候有一些山顶的人 从千村就来 有 你是怎么跟他们互动 应该是说我那个时候 是被六规高中的校长 然后邀请说 风灾之后 能不能在他们学校 开一个音乐性的社团 稳定孩子们的心 对 抚慰他们的一种心情 所以他们就想说 开一个合唱团的这个社团 然后就请我上去教 你怎么人家会想到 请你去做这个音乐社团的辅导 你是以前你在读高一的时候 就有参加这个音乐性的社团吗 对 说起来蛮特别的 就是这个校长 刚好是我的表姐夫 OK 他的孩子都在我你看 因为我看儿童雅科的 一直知道我在高一的时候 从大学一进去 到我博士班毕业 我都一直在高一的声乐社在那边唱歌 然后后来也变成他们的指挥 对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空中的朋友 现在可能学我 知道这个另类医生 专场是声乐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练声乐 其实我的声音没有很好 但是我是说 我唱歌的对音乐的那种感受比较有 然后我是从国小就已经在合唱团 你国小就参加合唱团 一路从国中高中 从道明 然后到高一 然后都在音乐性的社团里面这样子泡着 所以你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 都有参加音乐社团活动 对 合唱团 你怎么没去讨音乐班 这个是要看爸爸妈妈要不要 我们医学院很多这个音乐的人才 但是不走音乐那条路就是说 可能爸爸妈妈想说 如果只創演到不一定吃的饭 还是要求你讨一个一样的 但是兴趣也没有放弃 对 好 那你开始做牙科 你说在高雄的诊所服务 你看什么样的状态 你刚才说儿童牙科 身心障碍的牙科 这种的病人 儿童可能不少 身心障碍的病人多不多 很多 很多是吧 对 因为一般牙科不一定会看他们 没错 那你那时候都在哪几个地方服务过 在高雄 其实我们在身心障碍的牙科 主要是在高一的时候 我们黄春德教授 他的带领 因为草创了这个科的时候 我们台湾并没有太多人 对于身心障碍者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在看身心障碍者的时候 是因为不了解 所以不敢看 因此有很多的病人 他们的牙科的状况 问题就会很多 很复杂 所以大部分都会带到高一去 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 你这个高一看最多 就是身心障碍的病人 对 我们有个叫做特殊需求者门诊 OK 在这20年的牙科的生涯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说 比较特别让你印象深刻 或者你觉得比较困难的 还是说你觉得 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个案 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看看 我觉得这个20年来 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的自己的指导教授 黄春德老师 他除了带着我们做儿童牙科 跟身心障碍者牙科以外 其实他做很多的偏乡医疗 跟国际医疗 所以其实如果要讲很记忆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大概就是从研究所开始的时候 跟着老师开始到各个山区去做疫诊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电令了我日后 想要去山上天看出去 所以你做学生的时候 就常常去原住民的所在的服务 黄春德不错 他退休了 现在是名誉教授 退休了 大概你学生时代 南部去过哪些山区 其实我们那时候跑比较多 是在台东花莲 还有苗栗泰安那边 台东花莲是我的管区 我现在还在花莲 文诺基金会照顾老人家 但是这个身心障碍牙科 我以前也没想到 那你可以 因为这种犯责就是 本来要出来看病就比较困难 而且一般牙科又不太敢看他们 那你们就主动去服务他们 不过我觉得 其实这十几年来 我们台湾的进步很快 因为在身心障碍的这部分 我们开始开办很多的课程 亚医师 然后大家了解了之后就会发现 原来其实我有方法 我有步骤 怎么样来治疗这些病人 所以也许在平常我们小问题的时候 在地方诊所 我们就可以帮他做解决 比较困难的 我们到大医院教学医院去 甚至我们可以用全身麻醉的方式 症犀麻醉的方式来做治疗 有个小孩坐不住 分层处理 有的是你跟他解释他不一定听得懂 对 智能不足的孩子 或者有精神疾病的孩子 对 你们也包括身体的障碍的 都有 都有嘛 有的 像脑性麻痹 夹拍处理 所以其实 他有时候动个不停 对 所以这个牙科要做这一部分 特别要有耐性 我觉得他要有耐性以外 就另外一个是要同理心 对 同理心很重要 然后知道他的动 他不是愿意 他自己也不是出自于 所以你这二十年来一直在这个领域服务 你刚刚说那个黄春德教授 除了带你们到山区 比较偏远的部落乡下去服务 还有做国际 对 你们去过国外疫诊是吧 还是做什么 对 就国际医疗的一部分 其实我做比较多的是 我带高一的学生 因为我们高一在前一些年 有一些叫做国际志工的团体 OK 主要是跑四个地方 一个是南印度 北印度 索罗门 跟一个马拉威 非洲的马拉威 马拉威 对 现在已经跟我们都断交了 马拉威我去过 真的 我做卫生局长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断交 然后那个屏东基督教医院 在那个马拉威 他们任养了一个医院 其实那个医院是台湾捐给他们的 然后请屏东基督教医院 派一个医疗团去那边 就是管理这个医院 经营这个医院 那时候我带高雄的 市立医院的同仁去看过 他们的工作 对 主要都是在帮 艾滋病的病人 建立他们的病例 这个是平吉利 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 没错 我们台湾的 乡亲 可能不知道 我们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 对马拉威的艾滋病 很有贡献 他们的非洲人 没心闻症 所以他们以前 没有建立什么病例制度 来看 看后就走 没有病例 你这艾滋病的缓假 你要有一个病例才能追踪 定期持药 他今天走来这间病例 明天走去拨一个医疗 拨了医疗病 不知道他有艾滋病 所以传染性 结果很危险 所以如果有病例 告别了 我们的平通基督教医院 想出一个办法就是 用他们的指纹 他们没有新闻症 所以也没有什么 松文正字号 就按指纹 指纹 每个人指纹不一样 用指纹建立病例 这个方法 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 觉得台湾的医疗团 想出这个办法非常好 所以他们要求平基 把这个资讯系统 电脑系统 这个病例的系统 捐给马拉威 后来甚至世界卫生组织 把它推广到非洲其他的国家 所以这是很不简单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医疗团 对非洲的人 也有很大的帮忙 那你印度 印度也是很特别的地方 你去印度 你们有什么感想 不过因为这四个团体里面 我主要是带马拉威 你带马拉威 好那你讲一下马拉威 其实我们带学生去 因为主要是大学生 所以他们大概 没办法从事医疗行为 所以他们大作国际志工 所以主要就是 带他们去那边做一些 比如说卫教的部分 那口腔的部分 就是做他们预防的措施 比如说做沟系丰田记图佛 教他们解牙 如何去刷牙等等 那当然另外一部分 就是属于知识方面的传递 因为我们高一 其实就是在教育方面 其实做得很好 所以就带一些科学教育的东西 去帮他们做一个分享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一年两年三年 大概带了五年 带了学生过去做这个 那每一年做的东西 下一年的时候 帮他做一个传承跟创新 而不是每年都做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没有意义 没有办法累积一些东西 你跟那个马拉威本地的 那个黑人的 这个非洲的牙科医师 有没有接触 他们没有牙科医师 他们没有牙科医师 他们就是算是在学而已 哎呦 台湾的 鄉親可能很难想象 一个国家 缺牙医师 缺到这个程度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大概就是没有 我跟你说 我去的时候 那个大概也是 二十年前了吧 全马拉威 没跟10个钥匙 所以我们台湾去的 那个医疗团的钥匙 就是评级那个钥匙 竟然在帮马拉威这个国家 编那个药点 所以我们台湾人 是很厉害的 我们台湾的钥匙 我看是过剩 我们很多药学系毕业 还没再做钥匙了 对不对 你看去马拉威这种地方 我那时候去看 一个妇产科医生 真的是非洲人 自己马拉威本地的妇产科医生 黑人 他一个月接生 900个小孩 做那个剖妇产 一个月120刀 你看我们台湾 我们自己高雄医学院某校 我们的护肠科 从那个R1 住院医师 做到西亚 总住院医师 可能生不到120个小孩 那个非洲的黑人医生 一个月接生900个小孩 你看那多不容易 那实在不是说多不容易 就是他们很缺医生的 基本全国可能没几个月 有三个医生 所以医疗资源的 那种相对的匮乏 我们台湾的民众可能很难想象 对 那你也是 你去到六规 那六规只有你一个牙医师开业 开业一直有我一个 但是卫生所里面 卫生所有 有 对 可是只有一个开业医师 那你病人也看不完 讲到这个 虽然我就必须要说 我们高医人 很有爱心 吃骨内劳 他们知道我去了之后 其实这一些年来 在我山上目前帮我看诊 在我那个诊所看诊的牙医师 大概有十位 有十个人支援你 对 先听一段音乐 这个精彩的 我们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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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带不走的声音 是山谷里的 我们现在已经都回来 回了山谷里的大河场 我一定会大声的唱歌 牵着你的手 沉山谷里的河场 在河场上 沉山谷里的河场 是山谷里的河场 也是起点不走的河场 这山谷里的爱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 为了我山谷里的大河潮 我一定会高兴 敲得牵着你的手 阿罗阿那海呀那样 我一样我会呀 阿罗阿那海呀那样 我一样我海呀 欢迎再回听医生说看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行医师 今天在给我们采访的 是高兴一行并业的陈俊智医师 有的是博士 但是他很别别的 他选到身心障碍的次专科 还有儿童牙科 刚才说到他要去国际上 去马拉威的方向 刚好我又去马拉威 看过我们台湾的医疗团体 在做什么工作 所以喔 我们台湾人实在要很感谢 就是说 我们台湾今天医疗资源 很丰富的啦 不像非洲的国家缺到那样 但是 也不是非洲的国家缺而已 台湾自己也是有偏眼地区 那也是有那个山地 或是说 没有人要去国际的地方 这陈俊智医师就是说 他现在在六区 他是唯一一个 开业的牙医师啦 陈医师你也不简单 你自己一个开业 可是有十个医生在支援你 他们都是轮流 轮流的 轮流排班来 你也是一定很有感召力 要不然 要叫我十个医生来帮忙 有不是简单的事情 有很多是你学生吧 教出来的 就很好啦 对老师做好的工作 那你 现在等于是 你说卫生所的牙医师 可是卫生所的牙医师 有每天都在六区吗 他们是也跑来跑去吧 他们医到五都有 但是没有业诊 没有业诊 但是我觉得其实 我们的医疗资源 其实不是换不足 不均 对 分布不均 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卫生所 有牙医师在 可是我们的整个大 比如说桃园六规地区 对 包括甲仙 其实要看诊的人 真的太多了 高雄的乡亲 现在六规甲仙 也是我们高雄区 你没想到的是高雄区 我们县市合并的 那个也是我们高雄市的辖区 可是我们在市区里面 三咖坡就看到一间牙科诊所 跟7一样 五咖坡就有找牙科找得到 但是你说的六规甲仙桃园 可能要找一个牙医师 我们就没那么简单找 这就是分布不均 如果万一去那里 让牙医师 实在都是 一定有奉献的心 那你这个机缘 本来是要去做克服 我刚刚还没让你解释清楚 你在87水災后 你说的 您政府 他本来是在六规 高中做校长 做校长 他觉得那些小孩有需要 爸爸帮助 设计一个音乐性的社团 就请你去帮忙 你总算还去做克服的工作 除了这个音乐社团的辅导 那你们怎么做克服 因为其实是帮他们带合唱团 过了两三年之后 我就常常在想我们这些学生 让他们放学后到底在做什么 可能跑往下 回去也没事情做 不知道要怎么 或是要去帮忙龙忙 要 山上有时候需要他们工作 对 简单说 他们工科 很多人在跟他们 下科又在帮忙 或是跟他 如果当时小孩 可能跑去保识 对啊 他们那没有 没有部试班 没有部试班当然 也没有老师 那一个心 又要课后辅导 应该是会啦 只是说 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 很多的学生 他并不觉得读书很重要啊 因为他的家庭的背景的支持 也不用那么多 本来也没想要继续升学 对 那你们怎么去动员一些 可以来帮忙课后辅导的老师 你是叫我们这些医生来做 还是也有找到一些老师 其实是后来慢慢跟他们建立感情了 然后跟这个学生说 其实我们读书也不错 其实跟山上的孩子 你若不跟他建立感情 你突然跟他说 我们怎么打掃 他可能没跟你信到 对了 他要排斥 那我们是经过一年两年三年 我带他们去比赛去表演 那有建立了革命的情感的时候 我跟他说 其实我们读点书也蛮好的 要不要试着来读看看 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只有在做那种假日的客服 六日而已 六日的时候我找谁 我找高雄医学大学的大学生 放假的时候就可以来了 对 而且他们就跟这些孩子们比较近距离 课纲 教学内容也比较相近 年纪不会差太远 对 然后这样过了两年之后 其实这些大学生他就跟我反映说 我们的孩子不是说没法设成的 不过高中生要设成的 不过他基本的运算能力不好 问题处在哪 国中没有好 OK 然后他如果六日只有上课 那一到五又没有 那其实他的那种习惯无法养成 所以过了两三年之后 后来我们就决定在山上开一个客服班 而这客服班他不是六日的 是平常日一到五 一到五的晚上 下课回家吃完饭了 然后六点到九点 然后在我们诊所的二楼的客服教室来上课 用你的诊所 老师呢 也是大学生来 是 晚上来 这个感谢 你要怎么找这些学生 愿意来帮忙 这有时候一个拉一个 比如说他有在做这件事情 旁边人看到听他做分享 我也要去 这是一个 然后到了这一两年来 其实有更多的是什么 是我们客服班的学生 他已经高三毕业 考到大学了 他考到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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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考到我们高一 考到异大 他还要帮忙 是 就回馈了 对 这个很好 而且这些人 他们一样在我们的合唱团里面唱歌 大学生了 他们还是喜欢唱歌 所以每次表演都回来 所以他就和他们的 他们教的学生聚会在唱歌 那些学弟们就想说 这教我们教的老师 现在已经上大学 我是不是如果我很努力 我也有机会和他们同样 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不用讲 他们用感觉的 用看的他们就有感觉了 对 陈医师 你这样差不多 平常是要维持一到五 都有同学 大家来帮忙 做这个课后的辅导 他们差不多要做多多人 才有办法 维持这个 可以正常的 一个晚上要来几个老师 一个晚上要来八个老师 因为万五八个科府教室 所以一晚上要来八个 五日 那动员四十人次 对 人次是没有错 因为有些人会来两次或三次 三次 我知道 你说到这里实在说 让我回想 我做大学生的事 我在高雄医学院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在那个我们高雄市的中正路 中校路口 有一个进信会的教堂 现在还在 那个进信会的教堂 有附设一个小儿麻痹之家 都是收容那个小儿麻痹的小孩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小儿麻痹还很流行 很多小儿麻痹的小孩 这些小儿麻痹的小孩 他们除了需要一些课业的辅导 他们还需要人家帮忙做一些附件 对 因为他腿会萎缩 我以前在高雄医学院 我就是像你这样 我回去高雄招兵买马 只有同学 只有这些大学生说 我们每天晚上 也是一到五 排一个晚上六个到八个同学 去哪边 因为差不多一百个小孩 所以我们差不多六到八个大学生 一组去 先帮助一百多个小孩子做附件 做完了 再花一点时间 带他们做功课 这个 你现在在做这事情 我还想到 我做大学生的时候 我也去做这个五工就对了 也做了几年 后来 这个变成幼幼社 我们高一后来有幼幼社 这个就是幼幼社的来源 这个实际上是很有意思 我感觉大学生 如果轻做这个工作 医学院 他们毕业 又去做医生的时候 会继续有那个 服务的心 那你这个客服这样做了几年了 把这样做下来 今年第六年了 第六年了 那等于 已经有小孩 这个 国中或者高中毕业了 都有了 你说的也有考上大学了 我还回来做老师了 这是很好的 一个 这不简单 你刚开始 人家是叫你去弄一个音乐的社团 后来你跟这些小 这些乡下的学生们 建立了感情 你后 想着说 可以帮忙这个好业的东西 这一代传一代 要传六年 所以在国一里面 应该有一些 很好的 这些学生在那里 做这个组织的工作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你 我们的 听众朋友 听到 可能很感动 你现在还知道 我在说这个另类的医生 不是只看病人而已 看病人也不简单 十几个医生来支援 那你们 那你诊所不小了 你诊所上面还可以做教室 没有我诊所小小的两个诊疗语而已 但是大家是轮流来的 OK 对 我们有些是他可能是做假牙的专科 有些是牙周病的专科 那像我自己是耳牙的专科 那大家都会排不同的时间过来上班 所以现在 反正就知道 什么时间 要来看对一个次专科的牙医师的地方 你这个好像变成高一的 另外一个牙科服务的中心 所以我们高一有在我们的诊所那边设立了一个高雄医学大学善进社会责任的据点 真的 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 也可以让高一的学生来这里见习或者实习 目前正在计划中 很有需要 让他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知道到这个乡下或者到这个偏远缺牙医师地方服务 看的是什么样的病人 这是很好的 那这样你做这么多的 那你像这些学生来他们都义务的吗 没有啊 我有给他们终点 我有给他们终点会是吧 但是我必须说我们这些学生让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佛心啊 是是是 因为他们怎么买来山顶他们自己坐高雄客运 他们要从三点半开始坐 坐到山顶差不多五点半左右 我给他们准备晚餐给他们坐六点三个 聊两点钟的交通的时间 六点上到九点 所以他领的终点费只有六点到九点 是啊 他回去又要两个钟头呢 没有车了 没有车那怎么下车 你载他下山 我夜整晚带他们下山 你是感心啊 就一起聊天啊 很开心啊 是 他就跟我说哪一个学生上课怎么样啊 那我们就觉得很 就是一个是一个沟通的机会嘛 所以你看我们的哈姓 他三点半隔空出唤嘛 回到山上十点半 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可是他只有领区去的三个小时 我知道啦 他等于两倍的时间啊 但是你感心 你这还让我想到喔 我这几天刚刚写一篇文章 嗯 我介绍一个 也是我们高一的 药学系的学长 嗯 叫邓泽民 嗯 邓教授 他是我们国医院的比较 嗯 但是喔 他小时候得到那个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病毒感染 嗯 我在猜有点类似小儿麻痹那种病毒 因为他后来就是变成脊椎侧弯啊 啊 就小学就逃避了嘛 好啦那不管怎么样 他终于考上高雄医学院药学系了 对 那 因为我们创校校长杜聪明啊 对 就很重视药理学嘛 对 就一直鼓励他喔 后来欸 他现在科到台大药理研究所 他就做 做的 做的讲师 做的 一辈子都在台大服务 可是他最感人就是说 他拿到那个美国的奖学金 嗯 他去美国留学 当他去的时候 他的教授啦 第一天接待他去机场 嗯 接他回家 在教授的家里请他吃晚餐 晚了就跟他说 你来美国一定要学开车 嗯 因为在美国不会开车 等于出门 没有路 没有 没空走路啊嘛 美国都是靠开车啦 嗯 第二天他老师就训练他开车 结果训练了一天以后 发现不行 因为他那个身体没没办法 这个老师竟然说 好啦 既然这样 以后我每天早上来接你 嗯 接你到研究室 做实验 做研究 这样两年 这个老师每天接送他 上下班 嗯 一个美国老师喔 教授喔 诺贝尔奖的 层级的教授啦 做耶稣基做两年啦 嗯 每天接送啦 邓泽民很感动的啦 嗯 而且就像你讲的 边开车就会边问他 你实验做的怎么样 嗯 你研究哪里 不了解 他就这样 当场 又教他 嗯 不谈研究的时候 就跟他谈美国的社会啦 文化啦 教育啦 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在那两年喔 这个老师给他 照顾了给他 回来做老师了 他说他对他的学生喔 他一定要善待他的学生啦 嗯 因为他的老师就是这么善待他 嗯 我这让他很感动 这就像你 在你的学生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这实验是了不起 好 好 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 我再来继续 建讨我们的俊治医师 到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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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听一段音乐 我再听一段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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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一段音乐 他do骤是了不起 所有人 他听一段音乐 他听一段音乐 som 他听一段音乐 他的音乐 MARIS VATTA 好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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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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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时候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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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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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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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